自从詹姆斯加盟胡人之后,提示的关注度也大幅度下降。 在9月9日,美国媒体报道着,其实管理层希望受限自由求援胡德接受一年340万资质报价或一份3年2100万血缘合同,但胡德期望得到的是一份3年2700万,最终二者没能达成一致,值得一级的是火箭对风险也有需求,此前就曾报出火箭有意胡德的传闻,但是因为受限的原因,火箭迟迟没有报价。 那么如今来看,火箭能否将胡德收入账向也再次被讨论起来? 一,胡德适合火箭体系,从火箭目前的阵容来看,火箭的确缺乏一名3D球员,胡德在上个赛季场均三分球出手5.6次,能够命中其中的2.1次,命中率高达38.1%,可以说,还是非常适应火箭体系的。 上个赛季胡德在爵士打得相当不错,但是在拒绝了4年价值7000万美元的合同之后,被交易到了歧视。 但是他却经历了低迷,不仅数据大幅度下降,甚至因为拒绝出战而遭到队友们的反感,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他在球队的被认可度。 不过胡德在爵士期间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,胡德依旧是联盟中最好的3D球员之一,他比火箭原球员阿里扎更年轻,而且一打火箭就十分来劲,也给火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二、火箭能否通过交易获得胡德,虽然胡德并不是骑士未来的拼图,但是对于现在的骑士来说,胡德也是球队中的一员部,错的战力,对于球队过度而言。 胡德不可或缺,由于受信球员的缘故,骑士也不愿意给其看出理想的下马,如今骑士和胡德已经基本贪崩了,如果骑士对奈特有益,或许能够促成双方的交易。 如今的骑士后卫除了新秀赛克斯顿以外,希尔和克拉克森以及杰尔等人,都不是很稳定,如果奈特能够打出数据,或许能够得到骑士的青睐。 不过单单一个奈特或许很难打动骑士,毕竟一千七百万的薪水对于如今想要生钱的骑士来说并不是好事,但是,如果火箭愿意制下骑士的垃圾合同或许还有机会,此前火箭对J-2也有意,如果火箭将J-2大包带走,骑士或许愿意看到。 三,这笔交易价值如何? 自从詹姆斯离开骑士之后,骑士的小前锋位置也相对紧张起来,而胡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而且骑士拥有匹配资格。 胡德才变得如此被动,虽然上文提到火箭交易得到胡德的思路,但是奈特能否打出数据也不得而知。 火箭甚至还要搭上首轮秀,或者有培养价值的新人,但如果这样交易,火箭恐怕是吃亏的。 作为全联盟最精明的莫雷来说,这种操作还真的得不到什么好处,加上胡德虽然是个火箭体系,但是防守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火箭冲击冠军的防守级别,因此虽然看上去胡德有希望加入火箭, 但是对于火箭来说胡德的到来也就是给冯雪加入一名剃肚而已,因此火箭大费周章,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。